负罪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去 你想说 因为补习犯法币 我现在太短了 好像也有点紧张 我决定要剪掉 哦是哦 对 我知道 对啊 我就想说你在这边去 我们就开拍啦 好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数学很简单的那个 两位算是成员老师嘛 目前的吧 是啊 好我们希望更多的更好的老师一起加入 然后我们今天跟何老师来做一下 聊一下我们的教学的内容 对对对 好那就由我先问一下 好 方老师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一开始有这个初衷 想要录制数学很简单的节目 这其实要讲比较久 但是我尽量长话短说 嗯 因为补习班倒闭 而且好像太短了 就像是吧 补习班倒标 那我就再稍微再加长一下 嗯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你知道吗 嗯 我如果说是做全科的数学跟理化 你觉得可以跑跑几家补习班 我不知道耶 我跑了三家补习班 三家补习班 三家补习班的数学理化全包 还兼两个家照 从礼拜一排到礼拜六 嗯 很厉害喔 嗯 我觉得很了不起 嗯 但是后来前前的时候就陆续都 他们都嘿就解散了 哦 是 是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前前后 一用 我 好 这个问题就很大 对 一个补习班的收掉 是什么所导致的 当然我们在觉得是老师的问题 我觉得我问题就很大 怎么会做一做补习班都收掉了 嗯 那收掉之后我就想 那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就尝试从那个网路上面去录一些影片 一方面我也想去帮助一些孩子 嗯 因为我知道城乡的差异是很大的 嗯 有些孩子他其实是资质很聪颖 但是他的资源是不够 嗯 就发现他就是没办法学的很理想 嗯 那有些是家长 就是家庭的比较资源够的话 他可以去补习去上课 所以我就开始录制一些免费的课程 然后发现学生跟家长的回馈也都很多 嗯 然后就持续的录制到到现在 哦 那你的心境有不同吗 刚开始跟现在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是面对没有学生的一个 一个场景 所以你要自己就很快的讲到前面有学生 就把他一些补习班 20年的教学经验 全部都一次给他施展出来 嗯 所以这样上起来算是蛮 蛮有意思的 嗯 嗯 那也就是说 一开始也是一个善心啦 善意 对不对 那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那个叫什么补偿吗 就是赎罪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取名这样说 赎罪 因为把前面的补习班都弄倒了 对对对对 就很亏欠这样 对不起那些东家人 好好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取名这样 数学很简单 嗯嗯嗯嗯嗯 当我们在讲数学题目的时候 如果你跟他说这题目是很难得喔 其实孩子一般都会就会抗拒会排斥 嗯嗯 所以数学其实真的都很简单 对 只要按部就班循序漸进一步一步来 其实蛮好学的 对所以强迫我的也叫做英文很简单 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英文很简单也是这么来的啦 对对对 不是我自己取的 就是就是照样照具来的就对了 是的是对 嗯嗯嗯嗯 好那何老师那我再问一下喔 因为你好像不是一次录制所有的课程 因为看你每一堂课的那个服装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是不是就是分次录制 而不是说一天就录个三四集这样 哦对对没错没错 其实在那个录制课程的时候 跟我们补习班上课的节奏是很像 所以我们会把那个最好的状态就留在上课 所以平常都很懒啊 那只要在上课的时候精神都特别好 很旺盛这样子喔 可是如果说你一次上课上太久的话 你会发现会太累 嗯嗯 然后后面就后继无力 然后就很没有精神没有活力 嗯 所以每天我就只有录制个两小时到四小时 我把那个最好的状态 嗯 就留在这个上课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样品质才会好 没错 如果说你把那个时间拉很长之后 不要说你自己上的很无力 嗯 其实孩子的感受也觉得 哦这老师这没有活力 要死要死的 对 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 对那 所以我才会说每天就是固定录制 两小时到四小时的课程 OK 那请问你有因此而多了制装费吗 哎有勒超多的 哦不在讲了 人家看那个自然简单知道了呀 我那衣服一直在换耶 我换了好几套耶 嗯 好 哎呀真是 怎么讲呢 一开始是一个简单的发想做这个影片 对不对 后来是非常非常认真在做这个啦 连服装都投资都进来了 今天再问一下 很多的家长跟学生都留言要推荐您的课程嘛 那你的课程是适用于所有的学生吗 基本上阿卓真的很讨厌数学的话 你去强迫他看一堂课 他慢慢就会喜欢 嗯 因为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 近段就是比较轻松 活泼愉快的方式在进行 但是还不够 嗯 然后就是要带一些口诀 一些小技巧 让他容易学 嗯 所以数学本来是没那么好学的 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转化之后 其实是简单的很多 所以你可以去录各种科目 应该都没有问题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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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 能者多劳 好再来喔 请问一下 有一次啊 看到新闻报导 呃你扛着黑板去露营 是真的当场在上课吗 啊真的真的啊 那一次去露营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黑板都带去了 我来现场去煮假 光煮黑板都煮了快半小时了 然后就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因为那黑板离我们露营区太近的话 会被感染到 我就扛到另外一个小镜头去 开始露营了起来 然后露营的时候还很怕下雨 因为那个天空一直在变 真的有低雨啊 我只是好奇啦 夫人那时候跟你一起在旁边 应该很无聊吧 不会 她其实蛮有意思的啊 真的吗 所以她是你的头好粉丝 然后就坐在前面第一排 然后过去看你上课 每次我在上课做直播的时候 她看到我上课就睡着了 她说我的声音太有磁性了 她说受不了 她就跑去睡觉了 人家老高是越说 她老婆越开心 然后你老婆就是直接睡着就对了 那请问一下你之后 因为现在其实 数学很简单自然很简单 大部分的课程都完成了 那之后还会录制 就是何老师还会亲自录制其他课程 会呀 当然会呀 因为我还是想去发想 更多的一些课程出来 那目前是找到Kate老师 她真的是很优秀的老师 然后来去录制那个英文很简单 那我的部分的话 之后就会看那个一些会考的题目 再做一些编辑跟整理 然后再上传跟各位见面这样子 那其实你们的留言对我们都很重要 你的点赞分享或说简单的几句话 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鼓励 所以就是请各位尽量多按赞 看到就按赞 感谢 谢谢啊 大家都按赞 那今天的影片也要按赞啊 那我问一个bonus的题目 就是录制了这个节目之后啊 你觉得你最开心的事跟最不开心的事 有没有各非感情 为什么会超过我们的题目范围 明明这五期就没有这一题啊 我就bonus啊 我就好奇好奇 因为何老师 老年痴呆是不是 因为何老师他经营这个经营四年多 我是很佩服他 我是个没有耐心的人 所以四年多以来 你一定会有碰过最开心的一件事 或者是最不开心的一件事 有没有 当然最开心就是看到同学留言说 老师我看了影片之后 我曾经进步了很多啊 那真的是让我真的很感动 或者家长说 老师你真的教的很不错 然后让我的孩子从不喜欢到喜欢 这都是对我很大的鼓励 那也是会有被重伤的时候 有些老师来留言说 我看你教的也不怎么样嘛 那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 哦万件 对 插心一样就是很不舒服 那我觉得都是这个过程 因为毕竟我的教学 未必适合所有的学生 但是我们尽量做到80% 都会喜欢我的课程 没有错 那因为呢 我就觉得我很幸运 我也想请何老师帮我一件事 就是如果有人在影片底下留言 然后写一些重伤我的话 请你先帮我把它给屏蔽掉 不要 我不想看到 不然他要调试心情 好那这样的话 我录制就不开心嘛 对不对 好那现在就是这些问题都是 刚刚我想要请教何老师的 那不晓得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 可以在底下留言 你要不要擦个汗 我在流汗吗 对啊 真的吗 你要不要看一下会不会太亮 其实是我穿长袖的关系 有汗滴下来吗 没有 但是就是很明显 你要不要去看额头 有反光了吗 有 有 对 你看有水滴对不对 你知道有一次我那个撞到头 在我们家那个前面那个 扛板撞 也会伸直吗 好 我没有戴毛巾 厕所有 厕所有 厕所也可以 不要用过的不要 太恶心了 这很臭 好谢谢 谢谢 后来你说撞到然后勒 有一次在我们家那边 就是那个巷口 拿东西给人家 一个转身 不小心就撞到扛板 扛板是那个胎式按摩 跟他没关系 他扛板 坐太低了你知道吗 我一转身忘记 因为我是弯腰过扛板之后 然后再拿东西给人家 然后说再见之后 一转身我就要走 一转身就撞上去 我直接喷血喷出来你知道吗 我沿路压着那个头的鞋子 一直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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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到家里去 那晚上还是有直播客啊 我就把它简单包扎一下 就去上课 我有印象 那一堂课上的时候 上到一半的血都滴下来 我还不知道血滴下来 我是后来发现不对劲 怎么萤幕上面有一条红红的线跑下来 我的血已经滴下来了 我现在中止录影这样子 所以伤口还在 很明显 看得到吗 我看 很明显 有个疤了 有看不出来 可能晒黑了 最近去录影都晒了黑 所以就把它给平均化了 你真的晒黑 你现在比我黑 以前我比较黑好不好 要衬托出来 对对对 谢谢 人家会误会我是白的 我们这一次那个数学很简单的团队 只有我一个人 那就是 我们就是在想说 要找一些国中的所有课程 把它录制起来 就是做个很简单的系列 为什么是很简单的 其实头脑简单 万事都简单 不是啦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那些 一些课程用简单的方式 让同学容易上手 然后可以学得更好这样子 那我们这次请到Kate老师帮我们去录制 英文很简单的部分 Kate老师可以介绍一下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吗 怎么会有这一题呢 你刚才也说了 拖插一题进来 好 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个国中毕业 爸爸叫我去念诗专 我说不 然后高中毕业 爸爸叫我去考师范 我说不 就是一直不想当老师的一个人 然后后来呢 考进了英文系之后 就是喜欢英文 大学毕业之后 教界做英文老师 所以我大概教了三十几年 然后三十几年 对 怎么那么久 好厉害 很资深耶 这样不是普通的年龄呢 没有关系 我很骄傲 我很自豪 我现在的年龄 我想好奇问一下 你怎么样加入数学很简单 这一个的行列 这问题很奇怪 这不过刚才都讲过了吗 好尴尬 没有 其实还是有点约缘可以说 其实我跟何老师是国中同学 这点我们到刚刚没有提到 我们是国中同学 其实我们国中的时候 不是那种玩在一起的 那你国中对我印象怎么样 国中的时候 我觉得何老师是一个 我可以直说 直说没关系 我都把它剪掉 哈哈哈 他是一个脾气很好 可是我觉得他是属于 开心果 谢谢 他是属于团体里面的开心果 那因为我们国中是同学 然后一直到大概也是十 蛮多年前 我们才又重新因为 Line群組的关系 对对对对 何老师他一直都是在我们的 国中这些同学里面 算是发起人 但是发起了这么多年 没人理他 哈哈哈 我决定要剪掉 哈哈哈 不行 那后来呢 因为我其实知道 何老师他一直在做数学很简单 那我一直是在跑补习班 或者是跑学校 那刚好啦 去年的时候 我的一份工作到了一个段落 就这么巧 我觉得也是老天爷安排 对 然后何老师就传了一个简讯问我说 因为他现在可能太多的学生敲碗 要找英文老师 英文很简单 国文很简单 社会很简单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传了简讯给我之后 我就觉得 时间刚好我有扣 所以就加入了 哦太棒了 好烂的结尾 这算得太棒了是不是 你点到没有惊喜 你也会打过一下说 你实在是很开心什么之类的 你的经验 我怎么领悟到那个道理的 所以我就会 有时候会碎碎念一下 那这个碎念 你讲的是那个文法碎碎念吧 有文法碎碎念 我还有心灵大师碎碎念 哇 偶尔会提一下 就是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孩子不是只有读书 而且如果我今天一直在跟你讲文法 一直在跟你讲英文 教你怎么背男子 中间其实 太死了 我想教大家一些 跟你的心理状态 有关系的一些方法 去学习怎么读书 所以学英文跟心理状态 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 你不喜欢英文 很多人为什么英文不好 是因为不喜欢英文 哦 对 所以其实英文它不难 它就是你愿意去学它 那请问你的影片呢 常常会有一些 关于读书习惯的内容 嗯嗯 那是怎么来的 诶 都是我从小到大累积经验 还有我曾经经经营过安清班 哦是哦 对 好了 我知道 对啊 我就想说你在这边 我今天经营过安清班十几年 我每次都跟学生说 我为了要说服学生 我说我告诉你 我看过成千上万的小朋友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小朋友 我可以告诉你 会不会夸张一点 成千上万 有真的有 成千上万 十年 十年每一届都有 成千有了上万 一定有一定有 哇 因为我不是只有带安清班 我还有教英文 哇 我光是去年一年当代理老师 教一学年的学生 那个就已经两三百个了 哇 真的 很吓人 十一个班啊 天哪 嗯嗯嗯 所以其实成天上还是没有问题 成就已经超越孔子了 人数超越他啦 同子弟子三千 你已经不止三千的 不止三千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孩子从 从最初带到最后啦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从我自己的累积经验 还有看到这么多孩子 还有跟家长沟通过程中 我累积很多 我很想跟同学们分享的读书方法 嗯 这些都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不要嫌我啰嗦 我们最爱啰嗦老师 谢谢谢谢 但是录制影片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地方 让你比较感觉到困扰的地方 哦 就是我们都是艺人 就要做所有事情啊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 架机器啊 弄这些 然后有的没了 欸我不会化妆 我真的觉得我上镜头很丑 请大家包涵好不好 好以后我会学习怎么用滤镜 就类似这样的 其实教书对我俩 是最简单的一个步骤 那架机器 收东西 这些东西是 我觉得最困难的 好不好 好了 在这到底怎么样学英文 或背单字会觉得比较轻松呢 有方法吗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说 你一定要跟着读 很多国中生啊 到国中之后 你就没有机会说了 因为国中老师就是一直讲课 然后你就是一直看着那个课 一直看着课本 然后跟着老师读 尤其是不不喜欢英文的学生 他可能连读都不肯读 然后所以你就只要说就好 那我以前常跟国中学生讲说 你回家就只要花十分钟 你把课本打开来 从头到尾念完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去 每天十分钟 对 进步就很多 对 你也不用去背单字 你也不用去背文法 就讲啊 就每天改变0.1 对不对 你到了一年之后 你就一定会大于1啊 哦这个对 这个好 就是鸡飞城市是吧 不是鸡飞城市 鸡少城多啦 鸡飞城市 鸡飞城市 毕竟你也不是国文系的嘛 对对对 好我真的很开心 可以请到Kate老师来 当我们那个英文的一个 主要担任的一个 不不不不 重来 这是我们很开心 可以请到 就是不真心啦 就是这样子 没有真的很真心 其实Kate老师真的是很棒 因为我 不要这样讲 这样讲的奇怪 其实我问了很多老师啊 只有他回我 不是啦不是啦 这要剪掉 不是我觉得可以 你放进去没关系 我觉得也OK 没有真的是 万中选一 我们是挑了一个最好的老师 要交给同学们 你会发现Kate老师 你跟那个要剪进去啦 好啦 对对对 我会发现Kate老师 他在录制影片的时候 他非常的自然 面对镜头都很自然 像老师我的话 其实还是会紧张 会冒手汗 会流汗这样子 Kate老师真的是很自然 他都不会紧张 你怎么去克服那种 对镜头不会深深跟紧张的感觉 我觉得老天爷有训练我 我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必须拍这种影片 然后他们是有很多时候 因为距离的关系 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嘛 可是有很多时候是需要拍视频的 对所以大概很多年前我最近开始拍视频 所以我也有青涩的阶段 难怪我觉得你面的镜头好自然 好轻松喔 比我容易上手多了 嗯 还好 谢谢 好 好那我们就今天分享介绍到这边 那希望同学们的学业可以更进步 佩老师我们下说的 就是好好的看影片 然后就像那个何老师在脸书上面写的 学校老师教的才是最重要的 看我们的影片是要去补足 你可能没有听懂 或者是我们可以让你知道怎么样学 更方更简单更直接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好谢谢了 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 拜拜